红蓝蓝 微风蓝蓝 看着你的脸 它是有我们 你说过想要永远和我在一起 我想什么你都会去努力 这样在一起 任性又来苦 反正有你我不会客气 服务员 麻烦你帮我把这套婚纱包起来 我们就这一件 借我的 喂 小轩 怎么了 哦 我在商场这儿闲逛呢 哦 你也在啊 那要不 我们在商场一楼见吧 哎 好 小姐 麻烦帮我把这个包起来吧 好的先生 请稍等一下 娜娜 谢谢你原谅我 算了 以后你要加倍对我好 一定的 过两天我会给你个惊喜 什么惊喜啊 求婚吗 暂时保密 吴老师戴上这条领带 一定很好看 那是你选的肯定错不了 你看 他在那儿呢 快去吧 拜拜 拜拜 我 我紧张 啥我紧张 去去去去 快快快 我在这儿等你 等你好 我消息啊 去去去去 那我去了 去 快快快 吴老师 好巧啊 我们也在这儿 找回事啊 我给你买了一条领带 你戴着一定很漂亮 吴老师 我想跟你说件事 其实我对你早上 小军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但别说重要的话 就把这句话 藏在你我心里 谢谢你勇敢 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你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呀 你这些都是买给谁的呀 要是我当新娘子 会不会很漂亮啊 不会的 小雪 你一定会是这世界上 最漂亮的新娘子 吴老师 你这句话 我就知足了 小雪 你一定会找到一个 更适合你的 爱你的男孩子 哎哎哎哎哎哎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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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忍着 哭出来吧 哭出来会舒服心 傅小雪 你何必呢 你明知道她不可能会爱你 值得吗 放心吧 我哪一点比不上无所谓 但是她还会溃了 我还没有那些人 他还没有在我 там 你应该在整个家里 有好多吗 快他站上去 啊 啊 啊 竹磊 有你的快递 谢谢 什么呀 你 喂老公 我看到你给我买的裙子了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 我想买很久了 你老公是谁啊 你老公是你肚子里的灰虫 是是是大师兄 你什么都知道 有开会了 我得先去做记录 行行行 老婆 那个你去开会的时候 把裙子穿上 你让他们看看你的 我给你们把这兜钱 记得发照片给我 知道了 你就等着照片吧 先这样啊 拜拜 么么哒 各位 我最后再重申一点 这次的汽车召回事件 我希望把坏事变成好事 做好危机公关 重拾消费者对我们的信任 有没有信心 有 有 再会 那林导 那林导 我去就去 那林导 我们先出去了 怎么样 系好了吗 当然啦 你还不放心 我写小说什么都没学会 打字速度 杠杠的 朱莉啊 你这个裙子是新买的吗 对啊 这是我老公给我买的 好看不 做些醉 是这样的 咱们4S店呢 面对的都是高端客户 嗯 所以他们对穿衣服的品牌和品质 还有品味 要求都很高 你又是我的私人助理 但他们面对面见面的机会很多 如果你每天像这样 会影响到他们对咱们的印象 明白吧 明白 你是不是钱不够用啊 你要是不够用的话 你可以跟我说 我可以 不是 不是 真的不是 你给我工资已经够高的了 要不这样 中午休息的时候 我去隔壁商场买两件名牌的 换上 不好意思 没事 好 你去忙吧 好 哎 老丈 东京 什么情况啊 最近接了一超级大单 那你不是发大发了 你得请我吃饭啊 找老胡姐是她这样来了 无所谓 接她带了 不过饭你又吃不上了 她拿奖金买了套婚纱 行 我知道了 拜拜 小姐 这好像不是上次那件回家吧 抱歉先生 那件已经卖出去了 卖了 卖给谁了 她刷卡的时候 我好像看见她的签名叫 无所谓 先生 如果您还需要同样款式的 我们一周之内 可以给您再调件过来 不用了 我只要那件 老婆回来了 怎么了 哎呀 哎呀 辛苦了 哎 别碰了 别碰了 怎么了 你告诉我谁欺负你了 我立马明天就杀过去杀他们个骗 这不是我给你买的衣服吗 你看 穿着身上多好看呀 而且也是你喜欢的牌子 喜欢的款式 都是被你忽悠的 你不是说什么高仿的看不出来 跟真的一样 是啊 我一穿上身全世界都看出来了 丢死人了都 有有有什么好丢人的 多好看的衣服 我就穿不上 我穿着上我跟你说 我就把它穿上 穿上给你看 挺好看 老婆你看 多好看多体面是不是 衣服嘛 就穿身上的嘛 只要穿的干干净净 整整齐齐 体体面面不就完了吗 你知道我现在做什么 我现在是总裁助理 我每天出入各种高档场合的 他们那些都是有头有脸的人 我能穿这个吗 我李尚老板一眼看出 假的 他说什么 他说你要是没钱 我可以给你 你倒过什么 丢死人了都 原来就是因为李尚是吧 这李尚什么东西 多好呀 他给你钱你拿着 拿着买一身名牌 你嫁给我的时候 你不知道我是什么一个情况 我没钱 我买不起 这是我花所有的钱 给你买的一件衣服 假的就是假的 就是A货 你就这样 让你的李尚老板 给你置办一身名牌 然后再给你配一辆凯迪拉克 让你每天来来去去 有车送有车接 多好 说什么呢你 当我什么 那行我再给你重复一遍 你找你的李尚老板 给你配一身 干干净净的名牌 然后配一辆凯迪拉克 天天 先帮你混蛋 我就混蛋怎么了 我告诉你 你今天要是不给我道歉 你别想跟我睡了出去 凭什么呀 出去出去 出去 这年头连床都不让睡了 乖 先生 您是来看车的 哦 您知道 头像吗 不不不 不是这个意思 您看中哪款车 我给您详细介绍一下 我们4S店呢 最近进了一批 纯进口的车型 价格都在一百万以内 一百万 那个还有没有 再贵一点 还有 但是现在没有先货 哦 那是这样的 来的时候呢 就想着买一个两百左右的 那既然你们这儿没有的话 我到别家看看 啊 啊 那个 你们这儿是不是有个员工叫什么 那个 朱丽亚 是吧 有 混得怎么样 混得可好 都快上我们老板娘了 老板娘 对啊 我们老板喜欢的 他也喜欢我们老板 没准哪天就结了 就在露对面的咖啡店喝咖啡呢 老板 你上班时间约我到这儿来 不是想泡我 就是想辞我 我跟你说啊 这两者我都不答应 哎 我发现你的想象力 比我想象中还要丰富很多 嗯 小女子 哎 跟你说个正经事 但你要替我保密 说 关于吉娜的 那姐 嗯 我跟你说 只要不伤天害理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我在你心里就是那种人吗 哎 无所谓要跟吉娜求婚了 真的啊 铁树终于要开花了 所以我要抢先一步 你要欣赏金娜姐求婚 对 你比较了解金娜 所以我想你告诉我 金娜她喜欢什么样的求婚方式 是浪漫的 还是华丽的 还是惊喜的 只要你能想得到 我就一定能做得到 老板 有句话 我不知道说了 你会不会不开心 不开心的话 你还是 说 来来来来 过来过来 就找对人了 我再了解那姐 你别看她平时穿的特别时尚 但是她的物质欲几乎为零 所以你要是用金钱的公事杂堂 适得其反 千万不要 所以 以我专业见解的话 我觉得对付她那种女孩 你得动脑 要用你的心思去感化她 你懂的 明白了 祝您成功 来 干杯 李总 您这是上班的还是上班的 金波 你怎么来了 来坐 坐就不坐了 那跟您请一架 想要带你们老板娘回去谈个事 滴滴 你是不是傻呀 我是你未来姐夫呀 你怎么能想我和我 别解释了 有什么好解释的呀 看见没有 人正物正都在 你干嘛 我上了 上了上了赶紧 你怎么好上的呀 怕什么呀 不是 她说什么呢 现在上班时间 上班 有事回去说 我还从来没见过 在这么高档的咖啡厅里面上班的 那晚上 你是不是还要去李总的房间上班呀 金波 来 她子 几会儿你我 什么样 来 进来 你作为一个有夫之妇 每天在外面的跟其他男的 暧昧昧的 你像什么样子 像什么老婆妈 我暧昧 你是不是瞎了呀 我跟谁暧昧了 你还不承认了是吧 行 我有照片 妈 来 您来正好 看看啊 看看您儿媳妇跟其他男的 就这个样子 这不李上 李上也不行 他们俩你没看见 这就是李上 我就跟李上吃一顿工作餐 他就非得说我跟李上有点什么 我告诉你 我不想别人拖着尾巴说 说我被戴绿帽子了 绿帽子 你有变吗你 儿子 儿子 你别别 那个是姐 追你姐的 不会 你别那什么 宝贝 别那个别生气 我跟你讲 男人这样说明什么 说明他爱你 如果说你跟别的男的 他不当回事 那才说明不把你 妈我跟你说 他当着所有人面子咖啡厅 你还泼我一脸的水 你干嘛泼他水啊 你看看他有没有男人样 整天就没事干 就跟踪我 整天就幻想我给他戴绿帽子 你可没出去吃完饭的 说什么呢 什么吃软饭的 说谁呢 那是你丈夫 他什么说吃软饭了 我还在这那些胡说八道 你这孩子你越来越不像话了 我又没说错 本来就是嘛 他又不挣钱 每天是我在外面工作的 妈妈气 气死我了 我告诉你别给我妈吸入病了 要不然饶不了你 气死我 气死我了 我跟你说啊 朱莉 平时这金波他他护着你 我就不想说什么 但是我今天跟你把话说清楚哈 你从哪儿嫁过来 我就半两眼就看不上你 一天到晚穿的跟着什么似的 就今天还行 再搂上点 平时屁股都搂一半就出去了 你知道结婚室里怎么说吗 是你长的什么儿子媳妇 什么玩意儿 都说我们瞎了眼了 是 你们都瞎了眼了 我就不该嫁过来的 我告诉你 我从小到大 我没有洗过碗 没有做过饭 就嫁到你们家了 每天做牛做马做家务 我来得跟狗一样 妈 你有关心狗一句吗 你 你看你 你怎么跟我妈说话里面 我怎么了我 狗是的你 什么时候狗有这么好的生活吗 狗住这么大房子 这么好的丈夫 这么好的婆婆 就伺候着 哎呀我给你讲 朱莉安 你今天你赶紧走 你别大人替我 你赶紧走 走 走 我走 你 太不讲话了 你说 长脾气了 说走就走是吧 妈妈您别生气 什么 怎么跟我妈说话的 真是 您小姐我给您倒个水 哎呀 她太不像样了 真的 哪有这样跟妈说话的人 真是 一样你赶回来 我打着她的腿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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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行了 我还不知道你 行了赶紧看看去吧 别再出点什么事 哎哎哎哎 那个妈妈 妈您别生气了啊 我我没事你 哎呀 哎呀 哎呀喂 哎哎哎 哎哎哎哎 老婆 你别放开我 别走了 他们回家去行不行 你去哪呀 回家 我去哪都别在你们家去 是是是是 你说 跟谁走 说小姐吧 我打击上这么多人不好看 咱们回家好高手 你想怎么哭怎么哭 我给你擦眼镜 反正打死我都不回去了 我算是看透了 这 金波 你永远在你妈和我之间 现在你妈 那可不是 我很多时候都站在你这一边 喂 哎老婆 出车车 小心点有车车 走开 老婆 你你这是干嘛 走开 老师傅 妈 妈我被赶出来了 今天 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 什么日子 无所谓要向你求婚 你怎么知道的 我当然知道了 有什么事能办得过我 金娜 我知道 你一直觉得我穷的只剩下钱了 但是我一点都不觉得丢脸 因为我挣的每一分钱 都是靠我自己努力得来的 这个 是我亲手为你做的 我希望你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照顾你一辈子 借给我吧 你快起来吧 你 你明知道我不会同意的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去决我的求婚的 走吧 上车 干嘛 送你去钱无所谓啊 不用了 我自己去就行了 万一 他求婚没成功 我不还有机会吗 万一他成功了 你们还没领这儿啊 我还是有机会了 总而言之 不到最后一个 我还是不会放弃的 不离 不离 气 气 真是够了 我还是要顶 Mandari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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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自己是个非常优秀的医生 你上什么情况 你比我们清楚 这个时候千万不能乱 他的家人不在身边 你还得照顾他 你一定要坚强 金娜 你看 看 李尚 金娜 李尚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别激动 你想得很重 我好好的一点事都没有 金娜 我是不是要死了 所以在回光反正 醒过来了 你别瞎想了 你已经醒了 就不会再死了 我去叫医生 金娜 你别走 金娜 你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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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一个人 在这儿 你别走 我不送我 我就在这儿陪着你 好 还要是我去叫医生吧 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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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还不能喝水 只能抿一抿 渴了 对 我 你 你没事 就好了 傻瓜 情願自己有時要把我推開 知道嗎 如果能為你死 也挺值得 那 就在我面前的那一刻 我覺得我死定了 我特別害怕 但是我不想死 因為 如果我死了 再也見不到你了 看到你 這麼殘忽 我還挺高興的 說真的 我覺得 自己特別在幸運 要不是這個意外 我也沒有機會來終於 終於我真是 多麼愛你 好嗎 可以保護你 傻瓜 聽說 你怎麼聽不懂 我沒事 就是有點 你怎麼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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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 又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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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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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